其实看到最后这段的时候 我想和大家先讲述一个特别幸福的好消息 就是就在我们这一期录制前 然后我们在走廊上 老区带着的女儿 在走廊上合了个影 女儿特别可爱 我拍照片的是她呀 就是拍照片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儿 我的女儿好可爱 在我们看完这段之后 然后再回想到真好幸好 就是老区 她女儿 小女孩好可爱 特别害羞 你说的是穿短裤的那个法语老师吧 带着小姑娘 带小姑娘 对对对 她就是来跟我合影了 然后跟你知道我那修宇室里边有一个骨架子 一个模型 你知道她女儿进来之后 奔着那个东西就去了 就像我小时候看着那个玩具车走动到 这个这个是可能是血液跟机里边带的东西 她奔着那个地方就去了 特别怪 然后曲老师问问他说你喜欢你喜欢这个吗 她说我喜欢 就是三年过去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英雄的城市看到了那些真的英雄们 孩子健康地成长 然后孩子年龄还小 她可能再过很多年才会知道 那个时候她的爸爸和她爸爸的同事们 勇敢地冲上了前线 当然他们解剖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为后续的治疗方案以及疫情防控方案改进也好 然后推动也好 都取到了巨大的帮助 我相信面对传染病 特别是一场未知的传染病的突然的来袭 没有人心里会说是完全无所畏惧 当然 没有人说英雄一定不会怕 也许他心里是最怕的 那么作为法医来说 你面对的就是这一切 你需要去面对这些未知的东西 比如说传染病了 对于任何一个未知的东西 可能人心里都会自然都会去恐惧 因为我们一旦染上了病 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 我可能是一家人的事 可能牺牲的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我一家人 我身边的人 所以能不害怕吗 肯定是会有害怕的 但是职责所在 因为我们刚才读的正式故事 我们都就是触动非常大 我觉得我们几个 可不可以就是我们起立 然后敬个礼向这些人 聊表我们的敬意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心里 最强烈的一个感受 敬意我们几个代表我们一些对这些事情付出很大代价牺牲的人们 聊表我们的敬意感恩感谢大家 向所有的抗议英雄们致敬 其实当时 我发现除了这样的情况以后 加上我们师姐原来也做过非典 我们也做过艾滋病的这些节目 觉得我们可能会在这里起作用 当时我是离开了武汉了 但是确实心还在武汉 每天关着这事 都睡不着觉 大脸三思的晚了 在写几案写草案 希望能够发挥我们做解剖 我记得很清楚 写了这一位以后 就要征求谁能够参加这个事情 那群里面所有人 那几个人都要报名 都要上 这一段微信全部还留着的 截图都有 所以这一群人 我觉得是挺到我感动的 在这个时候 还愿意跟着我一起往前跑 到了我们在上去之前 我们希望脑虫子先上 不要那个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说 现在这个事情是攻击的是老年人 很纠结 到底开始谁上 所以做预案 做了两套 一直到了进场之前 我记得很清楚 他要上 他要走外围 因为他现在是 家里面就一个人 夫人感染还在前面 一个小孩很小 我说你们两个都不能上 我自己这个话 我记得很清楚 我说你要去去了以后 谁知道这是什么结果 我不希望有个小孩 出来以后没有爹 所以把他留在外面 其实外面的风也很大 但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我就是说了一句话 我说一层人在招罪 总得有人出来吧 其实我从来不爱家 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 从来 其实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武汉 其实我们都很爱武汉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武汉 它并不表明 这个病毒产生在武汉 武汉有大量优质的医疗团点 有大量优质的病毒检测机构 包括PSS 所以它这个病毒在武汉发生 它能够快速检测出来 我们在这个生活 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给了我们 大量的支持 我们在这里发展 但对我们来说 在这个大义面前 希望能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有一个老师 他说有同济 有法医天坛 他们肯定能搞得定 所以这也是我们 自己有这个梦想 其实我们的同行 对我们也是有很多期盼 最终也是有这个机缘 能完成这一项使命 也是感谢 尤其全県医者的家属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也不如使命